首先我们要拆下吉他原有的尾钉 这个很简单啊 拧几下螺丝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我们已经把原有的尾钉给拆下来了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 有一个很小的孔 这就是我们即将要钻打孔的这么一个眼啊 接下来呢 我们的工作就是 在这个原有的孔洞旁边 缠上一些纸胶带 来避免我们在后期的操作过程当中产生不必要的划痕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了 那么我们纸胶带呢 已经把它粘上了 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打眼了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开孔的直径大约是12毫米左右 大家应该选应相对的一个相应的一个钻头 不要影响开孔的大小 影响安装 在钻头的选择上呢 我们尽量应该选取专业的钻头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锥形钻 给大家看一下啊 对就是这种锥形钻头 一次性呢 我们就可以开到12毫米 如果大家买不到这种专业的钻头呢 建议我们由小到大 扩孔 比如说我们先打一个3毫米左右的啊 再然后6毫米 9毫米 最后到12毫米 进行一个扩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正式的开始打孔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开始这个打孔的这一个工作了 大家要注意 我们钻孔的时候呢 可以邀请一位你的好朋友 帮你固定住吉他 一定要注意打孔的时候呢 一定要垂直于我们这个原有的一个小孔洞 注意不要打偏 好了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开工 那我们呢 接下来用我们的锥形钻 再给他重新扩一遍口 这好 我们再给我们按摩 他只能够 因为我们说 我今天看过不过 就要不要打孔了 就要让你 Private 我突然在扩子 你 最后呢我们用这个12毫米的钻头 再来重新确认一下这个孔洞的大小 下面开始 好了我们的开孔工作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吉他的外部 将我们使用器尾端呢 先插入试一下这个孔洞的大小合不合适 我们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啊尺寸是正合适的 这样呢会为我们以后的安装呢 更加顺利一些 接下来的一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纸胶带撕下来 然后用我们的圆挫呢 给这个小孔洞呢修一修边 让它更圆滑一点 就是要的 就是要的